一名30岁的王姓吕范贤多次从新北市三从地区随机蓝亭计程车搭乘返回淡水 在车上不断与司机闲话家常博取好感 当快抵达目的地时 便假借下车取货但身上钱不够为理由 跟搭乘的计程车司机借钱得手后一去不回 四次累计得成两万两千多元 不甘受骗的司机向警方报案 但水警分局过滤相关监视器影像将嫌犯逮捕到案 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市林地检署侦办